我说公司因为歇业、清算、破产的状况之下 我这个公司店长保障老公的权益 那好像我是从报纸上看到公司是在9月18号 好像有片面的新闻报导和公司宣告破产 这边有一个基本的法律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谓的公司宣告破产 这个可能它的名词有点漏掉了前面两个字 就是公司申请宣告破产 不是公司宣告破产 它的意思是说公司是有没有破产 是要经过法院来宣告的 不是说它公司说破产就是要破产 当然在破产一定要有一些条件 它才能够说要怎么样 那基本上的是在公司房没有规定 就是公司的董事 第一个申请人 破产的申请人有债权人 债务人都可以申请 但是公司应该是债务人 你们现在是债权人 所以有劳动贷人的债权人 债务人可以宣告破产 公司的董事啊 他发现到它的亏损已经达到十收资本二分之一人 做个比喻就是说他公司的十收资本是一百万 他已经亏损已经达到五十万以上了 或者是说他的负贷大元资产的时候 在低的时候他马上要跟股东会报告 马上要申请宣告破产 是为了保障股东跟其他的债权人的利益 他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说我看到这个报道以后啊 我想说是可能 那就是公司他懂事 因为提出来的是懂事 他就是申请宣告破产 我今天把稍微的破产程序讲解一下 这个破产不是像大家所说的说 很单纯的去向法院申请 那法院一定也是会做一个 正常 比如说有别人出现了 那我们讲说我的负债大于资产 那不是嘴巴说说的 那一定是要提出相当的证明出来说 我的确是负债大于资产 那关于某些事情 是不是大于破产 那各位在这个方面稍微 心平气恶的想一想 像有很多 那提出来的时候 公司要把他债权的人凌测 现有的资产 跟我现有的债务 要做个统计 承报给法院 法院会应接破产法里面 他有某些债权 某些债务 具有别族权的 他不是在破产程序里面要处理的 比如说抵押权 职权 流制权 这些债权 是不经破产程序处理的 他直接以他的程序处理 那法院来审查这些 还有我们的税群 比如说地家税 房屋税 土地增值税 还有欠所有 老保险 归会 行政执行处的 执行费用 这些通通之异物 与一般贷权 要剔除掉 才最后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是 如果真的通通 剔除掉以后没有什么财产 法院可能 就会把它破毁了 就是说你不用宣告破产了 因为你真的是不得答应 你的债务大理的资产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在破产法六三条里面有一条规定 如果你的破产财团没有实质的利益 那你根本就不需要申请破产了 那也比大家说 为什么会说这样 比如说 我需要通通支付这些的 把这些地账没有税金 背费 银角的政府的钱 抵押全资全金付钱 还有这里面包含的劳工的工资 基签就是二十八条所讲的 最低六个月的工资 还有资金为退休金 这些都是政府保障的范围词面 通通把它请到外面去了以后 你实际上已经没有财产了 那你申请宣告破产了 没有实质的利益 为什么没有实质的利益 那一般人的 战权人 他就分不到什么东西了 那你说我宣告你破产 因为破产完了以后法院会宣告破产的外面 代表说你还有一些财产可以处理 那就会选拥破产管理人 然后还要丢开战权人会议 然后再解决处理的办法 怎么样分成把这些 债务通通解决掉 然后才消灭法人的人口 那你如果 你的财产根本就是领一领的 扣除掉你这些 就是保障 法律上基本上有明无规定的 保障你的抵押权、职权、零职权 你的税金 按照税金基增法 第六条规定 行政执行署 然后其他的会用 保险回会 会用 建防署的会用 扣除掉了以后 你根本就没有 没有钱了 那来看什么这些人会议啊 那不是你们 宣告大家说不用管就对了 所以这个用破产 他就不会宣告 如果有 才有实质的利益嘛 因为大家才能够讨论说 我要怎么样不配这个钱 后面 然后按照几成分 然后就所有的一次的消费 把所有的 他的债权、债务一次解决掉 从此用法人就没有 这个才是有破产黑 那诸位想想看 公司如果按照偶索 我看到9218号去申请破产的方面 那法院的审查 不会依据你公司 承报出来的债权的领策 债权数额 你的债务的这些 还有我赢脚的归位 我现有的资产 占有的法院一定会寒寻 税编、基增、基关、国税局去调查 到底有没有提前多少的 最近没讲 还有会寒寻 劳工保险局 或者甚至其他单位 你所造的这个清策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里面的金额有没有问题 所以法律现在明文规定 说你申请宣告破产 法院期间那要做个决定 但事实上 这些公布的往往到复来 都会涨齐的 可能都不是 那更何况 财经完了以后 如果公私不服 他要抗告 高中法院如果审核完了以后 再花回再来一次 所以事情也是蛮冗长 这是基本上 破产的这样子 所以在二十八条里面 劳工计划法里面所讲的破产 是这样 他是为什么要申请破产 他有一个好处 一般来讲 他懂事向法院申请 所以不经过股农会 程序上获幸比较快 也许他有他的想法存在 另外一个就是清算 那公司什么时候会清算呢 就是公司要解散的 大家要行清算 公司解散方面有很多理由 公司所定的章程 有解散的事由的时候 达到这个要件 他就宣布解散 那公司的事业已经成就 或不能够成就 也可以解散 或者公司经过股东会的决育 有特别决育 三分之二出去二分之以上通过 如果公司要解散 那解散当然 我就是要等情清算 把我的资产 我的债权债务 通通做一次彻底的了结 那这也是一个程序上 那另外一个就是歇业 这个歇业 一般跟停业是有区别的 所谓的停业 就是说 公司可能会去申请 我停止营业一年 或者停止营业六个月 我继续在营业 这个歇业指的是 应该是永久的歇业 不在做了 公司可能就是他 真的是永久的歇业 也没有在继续经营的 可做打算 所以只有在这个三种状况之下 才会适用到 劳动基础法第28条之一 那从我们刚刚所讲的 不管是公司去申请破产 公司有没有成功 回过头来 他一定是想像诸位所讲的 所了解到的 好像公司已经断电断绝 他没办法生产的 甚至于他可能会去 宣告申请宣告破产 那事实上他无论怎么样 他就是主要解散 回过头来 后来不行 他还是要回过头来 经过普通会决议 还是一样 就是通通要清算 所以通通一样 结论就是这样 那各位也许更担心一点 基本上各位的劳动债权 因为劳动债权包含了很多 包含了你的工资 我们讲资前卫 包含退休期 特别休假期 包含了 其他的 比如说还有职债的一些 不同都是属于劳动债权 但是基于劳动相关法令 而你对于 你的债务人 对于你的相随的公司 有 请求权的 你就是债权的 这些通过就是劳动债权 但是基本上劳动债权 我们讲说最大工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工资 跟一个 资前卫跟退休期 基本上 国家在做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已经把你们的基本的权益 已经非常的照顾到了 那刚刚听到工会的讲说 他把这些 就是 出 在座的出位 你们的基本权益 你们不要去太抄袭 刚刚听到工会讲说 公司也请求公司 会做最大的 鼓励 寻找他的 不管是用什么 是财员 可能我的 我的老金不要死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去找财员 找财员管 那我都认为是债务 借钱来也是 还大家 那也是职务 不管怎样 就是他找来财员 来管你们的劳动债权 一定是我想说 公司也展现了很大的诚意 我想说不管怎么样 基本上各位的劳动债权 都应该是有相当的保障 这一点你们当放心 那其他的我想说 如何的保全 各位想说我如何保全 基本上的劳动债权 我刚讲的国家就设定了 制定了法律 保障了各位的权益 没有什么 剩下的所谓的 非常少的那些 基本权益 基本的劳动债权的保全 可能 已经是 没有实质的利益存在 为什么 因为 现在他去申请破产 或申请清算 很显然的就是说代表说 资产上 资产上 他就没办法 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这些都是 非常微小的数字 可能跟各位所在意的 就是基本上的工资 资钱会 推就几乎 有可能 我想 已经不是列入到 就好像我们 一个100块跟5块钱 我们有时 可能会争取的100块 论文说100块 我先 主要的我先拿到 那5块钱 只不过是 餐饮分配的意思 嗯 餐饮分配 那就是看大家的 所有人 没有资产债权益 是比例去分配 我想是为了主要劳动债权 能够获得确保 那其实一个 让我们参加分配的方面 那肯定 现在说 可以争取 也相当 也应该获得 或者是获得 全部的部分的 这已经不是 形成大家的重点了 那更何况说 公会跟 刚刚已经跟大家 跟诸位保证 公司也是 出了最大的事案意义 要争取裁员 解决大家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 大家还是寻求着说 这个 正常的程序 我想 寻求还是 去 宽心 看公会怎么去争取 各位不用担心啊 当包包管 当些法律上面 如果自治协议 不能够协商 那毕竟呢 还有 我们主管机关也会 强力的介入 也会尽量的说 替各位争取权益 这是基本的问题 我刚所讲的 就是把公司的破产 清算 跟歇业 做个简单的说明一下 也跟各位说明了 就说 你们的基本 这个 劳工债权 劳工权益 应该可以获得 极大部分的保障 而其余的小部分 我想公贵益爱 只会替大家争取 给大家做个简单的 我现在 因为强细的说明 可能的话 我这样子好了 如果诸位有问题的 可以提出来 我在这边做一个 简单的说明一下 好不好 看各位没有要说明 有什么问题要提问 比较一下啊 好 假设我们这个 劳工债权的部分 都不涉及到破产的情况下 但是其他债权人 他已经采取了一些 其他的债权人 他已经采取了一些法律 比如说假口牙 之类的 那公司就没有办法 顺利的去处理这些资产 你所问的问题 不需要一战期 如果是破产的方面 别除权之意的话 不亦破产程序进行 就是说他代表 他有抵押权 代表他有职权 留职权的方面 他以其他的法律程序进行 抵押物的方面 只要他不清场利息 不清场利息 他就直接 申请拍卖抵押物来清场 所以说这个问题 你讲的问题是说 没有假扣押的问题 所谓的假扣押 是暂时扣押 就是认为在一个人 他有脱产 不能够支付的时候 会避免 再为人脱产 而请求 还会忍于 暂时的先扣押住 这样子 那现在他 这些别途权的 通通是有保障的 就好像银行 去向公司 向银行借钱 他一定是哪个东西去保障的 只要他清场付出利息 清场付出的外面 然后只有一个实行抵押权 不需要进货押押权 所以那法院上 规定我们的工资债权 就是劳动债权里面的 对于最近的六个月的工资 跟资金会员 退休金 他的受保护的权利 跟这个抵押权 是同一个第一顺序的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在法院上 整合里有没有破产 可不可以宣告破产 也是一样把这些钱 假设法院某公司送过来 他申请拨展宣告 他说我现在有资产三千万 我的负债债务可能是五千万 这些负债债务五千万 是包含了他的抵押权 职权 流出权 包含了他的税金 包含了他的一般债务 那如果把这些别族权的 就是说要低优先还给国家的 低优先还给债权等等的 扣掉以后大概是 加起来大概是两千五百万 我现在的资产三千万 扣掉那些应该一天还了两千五百万 我还剩五百万 那代表说我这个 在扣除掉破产财团的费用 跟破产 破产的那个 财团的费用 就是说 破产人执行该会 这个执行破产程序的费用以外 还有结余的话 还有还在的话 假设 那个东西 是这些钱加起来 就是抵押权移务资产 加起来是 两千五百万 哎两千万 那另外这个 执行破产财团的费用 大概是三百万 那加起来是不是两千八百万 我三千万扣去 两千八百万还剩两百万 那代表说我还有 那我再跟他其他的债务数 我说怎么样 法院 所以 就是准以询告扣下来 那如果 扣起来以后 根本所胜无几 所胜无几 那就是法院的询告不准扣 我毁甚至不毁 这样子 所以你讲的这个问题 应该是 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你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的问题还没问出来 那所以说我在 你做个更明确的说明 与您说明一下 与您说明一下 与您是这样子啦 我们同仁 我正在讲不知道对不对 等一下同仁听一下 我们同仁 因为我们现在 中安医管公司没有现金嘛 但是有很多 资产 不动产 设备 还有 价值来还一两百亿 一百多亿 那现在就是有一些 没有担保的债钱人 他怕喔 因为像银行我们都有担保嘛 我们都有抵押物给他嘛 但有一些没有抵押物的 譬如说我们的供应商 他货品已经交了三千万 结果这一次 他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抵押品 也没有什么 他是债钱人 但是他怕拿不到债钱 我懂你声音 所以我们同仁是怕说 我这些东西都被他 东贴西贴 因为前几天 前天检察官带了一堆人 去那边 去查工 去查工 所以我们同仁就怕说 啊 财产都被他查工啦 我们这些 我们就是 劳动债钱要从哪里来 因为 查工 查工 查工只是不能够处置 查工 不是说他查工 我们知道他查工是可以 好像可以 就是 变成我们要去被卖的时候 就多一个阻碍嘛 变成说还要 我这个东西你把我查工了 我现在要急着要钱 啊 钱的话你又把我贴那个 有的没有的下去 我根本不能卖嘛 所以变成就多一个阻碍出来 所以变成说可能还要 阻碍啊 他给我阻碍啊 他给我阻碍啊 假阻碍啊 那个甚至于那个你说 你先查工啊 昨天前 不是你查工啊 你那些是 不是说你讲的 对 就是像你的不动产也是 法院的机会 找那个建立公司来建立说 到底 那跟前律师请教 我们同等的疑力 查工之后对我们 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那各位方先看 因为你的别租权 所以你的劳动债权 跟你的抵押权 都在第一次位 法院总就把你扣除掉了 因为我们的劳动债权 劳动债权 还是第一次 对啦 所以说这个 你不要不用去在意啦 对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 三个月 四个月没薪水 出钱又拿不到 那情何以堪啊 我们大家现在 为什么这么热闹 就是 焦虑啊 所以说 公会 刚刚 公会也讲了吧 他会争取 他会 跟公司协议 齁 不管是用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的 表达程度啊 是说要去 去 反正就是会施压 他会去跟他协议行 他尽量尽快的 籌避裁员 尽快的查完 这些優先查完 这样子 不太可能的 对啦 那个 有关系查工 那就是 那查工 如果将来 拍拍的时候 还是一样 他还是一般在全 他的赞典 还是在玉米的赞典之后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一点都是 必要弄在身上面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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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